这是二元位置 然后活泼吧 咱们继续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内件函数对象 那么这里面内件了大量的函数 说白了就内件了大量的函数 就说干嘛 SDR内件的函数对象 不是说每次都咱们自己去写 它内件的函数对象 那么分为了算术函数对象和关系函数对象 那么逻辑运算函数 逻辑运算函数就是函数对象 那么这些函数对象函数 所产生的对象是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方法 用法和普通函数一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产生无名临时的 来来履行函数功能 那么内件函数说白 有哪些呢 比如说六个算术对象 比如说这是加法 这是减法 这是什么成法 这是除法 这是取模取反 都给你定义好了 你要用的话 拿来用就行 一元 都是 这个除了 除了除了除了这个取反的话 其他都是二元 二元运算 二元运算 OK 那这要给大家看一下 那一件的 你要想玩的话 拿去玩就行 注意都是内模版 看到没有 都是内模版 那么像这个 这个里面 就这个我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 这是我们的加法 加法 OK 加法 那么这个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关系什么 比如说等于大于 等于大于 gr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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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什么什么 小于什么什么 小于什么什么 像这些 还有我们的逻辑预算符 逻辑预算符 逻辑非 逻辑货 逻辑语 等等这些 都是内建的 都是内建的 就拿来就可以用 不用你去class 去定义了 不用你去class 别的那些 就可以定义好了 这这个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 取反 取反反书 这个 这个 这个就不看到 就不看加法 加法你看到没有 那么这加法 那么再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bwtest03 内建函数对象的话 需要需要投文件 我看一下 没说需要投文件 OK你看我们加法 它叫内建函数对象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内建函数对象是什么 加法是 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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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它是个内模板 一定一定要主要内模板 内模板的话 我们在这 plus是个内模板 plus plus是个内模板 然后内模板 硬的类型 定一个对象 这就是个对象 那么对象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这是一个 这是个对象 对象呢 它存在了小块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干嘛 p10 20 那么它就是 它就是 10加20 是不是30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那么它存在了小块 像这个plusplusplus这个对象呢 它其实存在小块 就存在了加法 你看没有 存在加法 那这个就是 很单纯的一个代码 你单纯的代码 看没有 那这就是存在加法 因为它是plus 它是加法 加法内建函数 所以不需要你去实现 我没有实现plus这个类 没有实现这个模板类 我们仅仅是 让它使掉对象 对象和什么呢 和我们这个结合 那再给它看一看 那么还可以了 既然你是一个对象名 对象名 那完全就plusplus plus什么呢 这是利明对象 利明对象和小块结合 一样的 一样的可以干嘛呢 这是利明对象 一样的可以干嘛 调用 OK 上面是第一个对象 下面是个利明对象 哎呀怎么回事 利明对象 哦稍微尴尬了 利明对象 它也需要印度呀 这才是一个类嘛 这是一个类嘛 类名称 对不对 OK 看300 对不对 300 OK 咦怎么回事 结不了图吗 怎么来那个A呢 OK 这个例子 OK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你的greater 大于 大于排序 大于 大于的话你看 按照大于排序 那么这时候你看 大于排序 那么还记得 刚刚我们写了一个案例 刚刚写了个案例 刚刚写了个案例 是写了什么案例 我们看一下 我刚才写了个案例 排序老麻烦了 对吧 老麻烦了 比如说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前面 写了一个什么 写了一个waiter 这个排 这个东西 就waiter 重大到小排 重大到小排 小排short 那时候排的是什么排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v.begin 然后呢 v.end 对吧 然后呢 重大到小排的话 我们那时候还自己写函数 比如自己写greater 普通函数 自己写什么呢 写我们仿函数 对不对 其实我们内建了 内建了大于 大于叫什么呢 你看到没有啊 大于叫啥呢 我们看一下 大于叫啥 叫叫叫叫 greater greater 你看greater 大于啊 大于 那么告诉他大于 按大于排序就得了 那么怎么告诉他大于呢 其实就是这里面 greater greater 它的每个元素 什么是inter 你叫给个inter 注意这是类型 这是类模板的类型 你一定要加个小块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的函数对象 函数对象 然后这时候来看一看 50 40 30 20 看到没有 那么他啊 这样就讲 你看到没有 单纯的啊 就说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类模板 这就是个类模板 我给一个inter 它就是一个greater inter 它里面重载了两个 就是二元运算符 二元运算符 那么它就是一个 从大到小排的啊 能不能看到呢 这个有可能 看 看到最好的 你看没有 它是干嘛的 它在这个里面 你看template 这个类模板 看到没有 它它重载了这个小块 干嘛 大于 它这里面有个什么 有两个类型 两个类型 而这两个类模板 是怎么呢 是我们传进去的 你看 类模板我们传int 那么这就变成int int x int 看没有 这就是大于 和我们重载是一样的 我们重载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比我们以前 还要自己写普通函数 写什么 写类模板 是不是方便多了 所以这就是使用 使用内件 使用 内件 内件函数 对象 只有内件还是对象 对象 排序 你看到没有 排序规则 改变排序规则 改变排序规则 就会给它 OK 那么这个你看 我们内件还是对象 就是 把这个复制一下 内件还是对象 这样是不是就很方便 就不用自己写 只有的话 直接拿来 greater 这样很方便 但是这个 如果针对于 自定类型 你就别用内件的 内件的 它不知道怎么比 内件的大小 是比不了的 它不知道怎么比 它不知道内件的话 它是不知道 是用硬的 还是用namb比 还是用ag比 还是用score比 它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对于 自定数据型 还是老老实实的 手动更改规则 手动写我们的 写什么呢 写我们的 仿函数也好 普通函数也好 老老实实实去写 像基本类型 你还可以用它 基本类型用它 因为基本类型 它知道怎么比 制定类型 它是不知道的 OK 这是我们内件 函数的 内件函数的 当然还有 这是逻辑 逻辑会 这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去看一下就行了 看一下就行了 OK